花莲疫情严峻副理乡坚守的零确诊却在昨天28号破工了 也使得全县各乡镇无一幸免 虽然是意料中的事 但乡代表林梦柔在今天上午的定期会中 直询乡公所相关防疫作为以及措施 也呼吁乡民做好自我的防疫工作 花莲本土疫情严重CDC列为全国三大疫情高风险区之一 始终是花莲唯一净土的副理乡 28号也传出了两例确诊个案 也使得防疫防险破工 地方认为虽然是意料中的事 但是乡代表林梦柔在今天上午的定期大会中 对于乡公所相关的防疫作为及措施提出质询 这个处理的流程是怎样 目前来讲我们副理乡 昨天它是一个案例确诊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县府 事且给我们的那个照顾包送 由春盖室送到那个 那个确诊者的家中 在门口而已不能够进去 如果是确诊者的 他们制造出来的垃圾的这个部分 这边跟代表报告一下 确诊者他们垃圾行御 就是由环保局他委外 从一来处 就是钻了到到处去收送 就不会过过境界来过去 那针对像昨天的话 有一个确诊者 那像这样你们消毒的计划是 那由于现在因为已经没有公布定期 我们就只能从他的居住地周遭 因为他毕竟也是居家照顾的 那往前面他可能有经过阻击 在中央的消毒之下 他可能是觉得说已经隔了这么多天 再去那些居住地做消毒 其实就已经没有更大的 所以情节队在座的只是预防性 预防性消毒 相公所依CDC规定为最高防疫准则的同时 也呼吁乡亲民众能加强自我防疫 且无松懈 另外相代表林梦柔肯定公所团队的努力 也关注乡公所年度建设目标 那这个我汇货的话 先跟那个公布局 如果说可能时间比较长的话 汇货款 什么时候汇货款这样 对对 福里乡公所首度办理大型产销系列活动 乡亲民众踊跃参加 相代表林梦柔也把握40分钟的咨询时间 另外就大型产销活动缺失 路灯任养率低 以及山坡地检疫水保申请效率不张等问题 提出质询 要求相公所能够加强改善 记者是玉兰 副理项采访报导